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热爱表演艺术 还有这么一群不断精益求精的年轻火舞者们 Coming True即将成真火舞团 在2014年成立至今 为了实现梦想 他们持续挑战各种可能性 也真的把火焰之舞玩出了名堂 甚至让世界看见台湾 而当初的体型动念 就是要成立一支台湾最强的火舞团 因此号召的是台湾火舞比赛 历届冠军们一块来组团 成军之后 每一场演出的高难度炫技 从包接火棍旋转火球 再到舞动火力方 所有所有精彩的背后 都是无数艰辛的苦练跟累积 而特别的是 团人们本身 很多都不是表演科班出身的 就连表演的斗具 都是靠着团人们 自己DIY突发奇想 实现成真 成军十年来 从当初的默默无闻 到现在名气不断看涨 历经最惨烈的疫情低潮之后 这个年轻火舞团队 继续往梦想迈进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 台湾火舞的精彩 我觉得猴舞最美的是 当你能够掌控这个火焰 并且让它跟你身体上 有更多的融合 火焰它像是有生命力的 它像是一颗心脏 你问我最喜欢舞台的哪一刻 我会说任何一刻 我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变 改变大家对我们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们这些亡火人 而是为我们感到骄傲 可以以为了 音乐一下摒弃凝神 充满力与美的精彩亮相 是抓住观众目光的关键 他们是台湾少见的 全职火舞表演者 即将成真火舞团 眼神看准 solo的眼神看准 加油 不错不错 很好 音乐暂停 我们solo这段再来一次 你要记得是你出场的时机 要再提早 每次排练精益求精 特别的是 他们大多不是表演艺术科班出身 最大的共通点 仅仅是因为拥有一颗 热爱火舞的心 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起火棍的时候 火就顺着那个火棍的上方 烟烧上来烧到我的大拇指 然后就很烫 就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 火是真的 而且很烫 但我也因此觉得 我好像只要转了这个东西 玩了这个东西 我就不一样了 没有人是觉得说 火舞是可以当饭 是可以当职业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想说如果我这些事情可以做到 在台湾明夜前 火舞比赛 如果可以拿下全国冠军 那我就给自己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做不好的话 我就转职 那刚好那一年我们就是 我那一年就拿冠军了 两位团长绰号豆腐的郭艳甫 和菜头蔡宏毅 两人是高中时期的学长学弟 因为营火晚会接触到火舞 进而成为梦想 八年前他们毅然决然组团 从2014年至今 已汇聚了20多位 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其实在服装组 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 测试过大概什么样的材质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因为有时候弹性 太弹性的材质 然后它烧了之后会融化 融化之后会粘在自己的身上 那种材质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 这块就是防火炭 六 七 八 十 哦 这真的蛮好的 那我要这样 我要吃掉了 我自己从小是读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那我自己的主修项目 就是民俗技艺是足迹表演 我就认识了他们 然后他们就是听到我是练足迹的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 好像很神 他们就看到我有一个火 桌子的表演 太弹就随口说一句 你要不要把桌子点火啊 而在这个团队里 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在要做的是就是 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道具 它叫做POINT 然后也是火球 它的一个焊接的动作 不只火舞演出的服装和道具 舞台上的火焰装置艺术 也由团员亲手打造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装置艺术 然后是火焰的装置艺术 叫火焰摩天轮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车厢 就是其实台湾没有任何人 做过火焰的装置艺术 然后我是唯一一个 我们这个是有在哪里亮相过 这个我们在花莲的城市艺术空间 亮相过 我们到底要把什么样的东西点一把火 然后我们也会仔细思考说 什么样的表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火 属于台湾的火舞 我是戏曲学院 就是出来的 练煮煮呼拉圈 火呼拉 就是我主要在表演的项目 后来又发展出更大项的像是火群 白天的火舞跟晚上的火舞 其实很不一样 白天的火舞 你会看到很多的演员的身体 演员的表情 演员的张力 可是晚上的火舞 你可以看到 看到的更多的是火焰的亮度 那跟火焰它的形态的变化 炙热的火焰绚丽夺目 激昂的演出令人震撼 他们深入全台各地角落 做街头演出 将火舞的魅力 展现在大众面前 更用火焰舞出自己的故事 它不只是一个有重量的道具 它更重要是它有一个时间性 当它点起火来 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最热 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冷却 你要配合它的燃烧的状态 你要给它一些呼吸 以前啊 我就会觉得说 火舞就是好玩 然后就是好像 我应该要追求一些 很技巧的东西 然后很炫目的效果 然后越玩越大 越热越热越烫这样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其实会慢慢觉得说 那个是一个表象 我们想做的呢 是借由这些不一样的火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温度跟感受 不过火舞是高危险表演特技 训练过程干苦难以想象 火焰也会随着环境而变化 在他们身上都曾留下 大小不一的火吻印记 很大一片而已 对啊 一个上胸 所以才住院啊 衣服下胸口的伤疤显而易见 30岁的团长郭艷甫 人生中有大半的光阴 与火焰交织 但在24岁那一年 却因演出疏忽 严重烧烫伤 就是我比较平步轻云 所以我就是变成一个 比较骄傲的人 所以我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就可能 我略掉了很多防护的步骤 我就直接上场 我就这我已经演100次了 然后我衣服就烧起来 已经过了20几秒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算是全身 11个人的三度灼伤 住院住了17天 加护病房 那你自己在受伤的时候 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大概想1000次吧 当然有想 对 可是我觉得一直 一直支持我是说 首先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放弃 比如说菜头 所以经过了那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 我永远都在想 这些事情的风险 会不会造成我的团员受伤 会不会造成我们的团 那个观众受伤 满腔热血成团 除了学习与火焰共处 经营表演艺术团体 更是不容易 他们也曾在理想与现实中拉扯 一路跌撞 首先我们当然是完全没有表演的机会 但除了没有表演的机会以外 我们可能甚至在排练的时候 都会被赶走 电火排练之后 如果有民众看到觉得 我蛮好危险的 就会打电话叫警察 我火舞团在台上做表演 我们台上有六个人 台下至少要有二到四个人 做安全维护 所以在人力上 在资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一项表演 火舞是明火表演 场地与环境都有重重限制 火舞表演者在台湾一度难觅舞台 郭艳甫和蔡宏毅 最后决定带领团队 先远征世界 再鸿回台湾 这群玩火的人 成功登上央视春晚 展露锋芒 也获邀到各国艺术节演出 更被誉为全亚洲最具生命力的 火舞团队成为台湾之光 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是 政府觉得火舞很危险 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 在足够的安全的防护底下 我们是安全的 观众也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才用这么多的履历 跟那么多的舞台精力 去证明这件事情 而如今我们算是做到了 因为我们就是从 从火舞是在台湾是过街老鼠 开始发迹的 然后因为就因为 受到了很多不太平等的对待 我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变 改变大家对我们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们这些玩火的人 团团的火焰 深腾的感动 他们不仅将民俗记忆融入表演 更抱持着续写文化的使命 期盼台湾火舞永续传承 并让全世界认识台湾 应该说找到台湾的火舞的根吧 因为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像全世界很多很多火舞表演 他们都只想要去呈现 火舞很危险 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想说的事情是用火 去说一段故事 这座岛的故事 台湾的故事 从默默无闻到累积名气 从街头看夜市演到大型舞台 台下的观众 更从十多人到上千人 成就的背后是苦练与累积 更是坚持与实践 因为我们因为疫情 没有办法出去表演 甚至连在台湾的表演 都会被取消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是 影响是人 是我的团圆 因为疫情遥遥无奇 没有一个尽头 一起打拼的伙伴离开我们 对我来说这才是疫情对我最大的影响 是蛮难过的 非常舍不得 我们阵语版本很厉害 只要等到疫情过去 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办法再带着台湾的火舞 去挑战全世界 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等到现在 我们熬过了最惨的这两年 大家也越来越强 珍惜每一刻站上舞台的机会 透过数百场大小演出 火舞团成员们 传递出感动人心的力量 而观众的笑容与掌声 正是他们持续迈进的动力 有一次我街头演完 大敬礼结束之后 突然有一个老奶奶 她就拄着拐杖 慢慢地走上前 然后她就突然放下她的拐杖 张开双臂这样 把我紧紧地抱住 她就说 妹妹你真的很棒 你们真的很辛苦 但是你们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都看见了 好感动哦 对 现在想到还是会很感动 火焰可以是温暖的 可以是明亮的 可以是传承的 可以是充满希望的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都把他们的期待感动 回馈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我们要继续把这份感动跟坚持 努力地传承下去 成团近八年 二零二二年 终于拥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排练场 出自建筑系 电机工程系等不同领域的活舞团成员 齐心打造竹梦的空间 在这里继续舞动他们的表演人生 活舞现在是我的生活 是我的生活重心 我已经全部都给它了 不管是时间啊 不管是精神 我都已经给这个表演艺术 就算是去过了很多的国家 回来 我都还在进步 对 他还没有让我停滞 所以我的人 就是活舞人生 就是还在进行这种 火舞的火对我来说不是火焰的火 是伙伴的火 一个人在一个火 这群伙伴每次表演 每次羡慕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们一起热爱舞台 一起挑战台湾 挑战世界 那你们团品叫迪江成真 你觉得现在成真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成真的那一天 对我来说真的成真的时候 是台湾的人 真的对我们很骄傲 那一刻才是真的成真 一把火焰点燃的 是向往梦想的初心 一段青春谱写出这群 热爱舞台的表演者 平凡却不凡的人生故事 走过逆境与挑战 逆境扎根与淬炼 他们的活舞之路 持续走在即将成真的路上